就是这幅吧 对啊 贤魁的画宫已经到了 炉火春青的境界 太美了 只见运笔笔走龙蛇一条线 悬笔五彩祥云仙界线 收笔画龙点睛何惧飞呀 女儿啊 那你 你说这儿为什么会闪闪发光啊 那是因为加了一些 从天主过来的色料水石青 所以就会闪闪发光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哎呀 果儿啊 看来你对丹青作画 也是很有研究的呀 我刚嫁给五重训的时候 整天闲着没事 刚好听说有一位天主画师 笔法盖世无双 所以我就请他来教我作画了 哦 好啊 那你一定要给母后好好地画一幅 等到母后大日子到来时 我一定会为母后作画的 那你就该准备了 这一天快到了 好 你们俩要好好地在这守着 不能出事啊 是 哎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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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五彩祥云突然变成血色了 刺事还在调查中 只是 显魁画师已经为罪自尽了 踏到死得快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怎么了 女儿 母后要为女儿做主啊 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就是刚才那群死奴才 说女儿是招风惹雨 说女儿是丧门心 所以五彩祥云上的祥云 才会变成血色的了 够奴才又在散布谣言 一次一次地制造谣言 本宫忍无可忍 伺候安乐公主的 那两个宫女是哪个局的 灰娘娘是上宫局的 奴隐公言皇后娘娘 免了谢皇后娘娘 负责看守五彩祥云图的两个宫女在哪 奴隐必在 来人 是 斩了 是 别打赴奴 你们饶命啊 老奴敢问皇后娘娘 为何要杀了他们 他们俩 不光是看守五彩祥云图不利 而且还散布谣言 谣言祸重 毁坏公主的清运 娘的名剑 奴婢是冤枉的 奴婢没有谣言祸重啊娘娘 是要皇后娘娘 奴婢没有说公主的坏话 谣言都是由你们俩而起 斩你们是为了以正视听 柴上宫 你不会不明白吧 老奴怎会不明白呢 奴婢的命 只要是为了主子的 哪怕是一句闲话说错了 也是要丢命的 明白就好 老奴在宫里五十多个年头 是看着王皇后 萧淑妃的起路 也看着五才人 变成了五皇后 但最终还不是一棚黄图 现在 老奴也正看着 皇后娘娘您的一切 我们这些当宫女的 虽说是衣食无用 却也变化无常 有可能今朝趾高气阳 而他日就仰人鼻息 就如同这树上的蝉一般 下生秋死 皇后娘娘俗话说得好 人情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柴上宫 如果皇后娘娘一定要怪罪的话 那就怪老奴好了 看来 唯有老奴一死 才能打谢皇后娘娘的龙恩 像孤大人 少孤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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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福 少孤大人 杉镇大人 少孤大人 衁 走 走 少太太 少太太 老奴参见皇上 皇后娘娘 陈上公 你受伤了 免了吧 周公公 此座 遵旨 谢皇上 皇后娘娘恩典 太医怎么说的 回皇上 太医说 老奴还能多伺候皇上 一段时间 拆上公 本宫没记错的话 你是五岁就进宫了 是 这屈指算来 我进宫 也快有五十多年了 那这么多年来 你有没有好好地休息过呀 上公里的大事小事 都要老奴来处理 所以不曾想过休息 除非是老奴得了重病 例如长安二年 我得了 太上公 那要是这样的话 让人知道了 岂不是 是县皇上于不义呀 皇后 何出此言 柴上公 你的姐姐 是几位先皇的乳娘 先皇曾经有话 说姓柴的 有功于我们皇家 所以 就让你当了上公 先皇的本意 是让你有份幽差 可以拿取俸禄 可现在你还在宫里干活 这样一来 先皇权下有之 岂不是要怪罪皇上 没好好照顾你呀 皇上 臣妾说得对吗 此话在理 本宫的意思是 为了皇上 也为了你 你还是 早日告老还乡吧 回皇后娘娘 先帝的在天之灵 一定会知道老奴一直留在宫里 是老奴自己的意愿 与皇上无关 定不会怪罪皇上的 本宫很想知道 你为什么要坚持留在宫中呢 是觉得这宫里没有人可以取代你呢 还是另有隐忠啊 不妨直言 老奴没有半点隐忠 我只是想多伺候皇上几年 不负皇上对老奴的一片恩情 不过 皇后娘娘说得也有道理 老奴也不应该总留在这儿 挨手挨脚 请放心 我会为皇上选一个 合适的人做上宫 继续伺候皇上和皇后娘娘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 人选嘛 皇上和本宫自会决定的 挥禀皇后娘娘 选继任人 是现任上宫的职责 老奴不敢失职 还望皇后娘娘明白 规矩是人定的 但是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就改变 岂不是园不成园 方不成方 如果从娘娘这儿乱了规矩 静候如何逢中 好 那人就由你来听 只是 你早日退下就好了 老奴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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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